里面呢我觉得比较好的范例把它摘入出来 那总共它这边把它区分成总共有9个函数 我觉得已经算非常完整了 这本书如果说你可以彻底把它了解的话 我想Exale的函数应该也就够了 而且其实它已经全面都包含了 那可惜就是说它里面没有提到VBA 就是纯粹就是只有函数的用法 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视为就是函数的进阶应用 应该算是进阶函数的应用 进阶函数 所谓的进阶函数是你平常可能比较不会用到那些函数 但是呢你用不到不代表它不重要 是说你不会用 但是如果你会用的话 有的时候可以不用写VBA 也可以达到写VBA的这个效果 那为什么会回过头讲这些 其实主要就是因为之前我当然对VBA来说 对我来说是比较熟悉啦 我写程式对我来说 可是对大部分同学来说好像都是很困难的啦 因为只要写到程式看到那个程式很多人头就晕了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就一直问我老师有没有什么函数可以解决 好不要用VBA 就是还是可能还是有抗拒的心理啦 当然比起来VBA绝对是比较困难一点 那所以呢我们也可以阶段性的啦 先接VBA对 然后也许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啦 我的想法因为从你们回馈给我的我看到的 当然我自己写VBA我可以写很多啦 写一下子写出来跑出来了 可是不代表说你们也可以办得到 对不对 如果你每个人都可以办到那太好了 哇那是很多事 我想你们应该以后再处理资料上面就不是太大的问题 因为VBA主要就是很快的可以把你很大量的资料 一下子全部帮你解决完毕啦 他不怕资料多就怕没资料 OK所以有的时候呢 工具上面的方法方面提升之后的话 你就不用担心说你的资料 你的处理的事情会不会太多 根本不用担心 就怕资料事情太少 没有办法跑 为什么因为跑又不是你在跑 是电脑在跑嘛 你只要把一个自动化逻辑全部写完之后 你只需要做什么 也许你只要触发它 那触发的点也许在哪里 按个按钮吧 或甚至很多时候你也可以触发点的 不见得是按按钮 你可以是什么 当E-Sale在几点几分几秒做什么事情 对不对 可以啊 在那个VBA里面有application的物件 实际上就E-Sale 它可以去设定on-time 它有个方法 on-time的意思就是说你什么时间到的时候 就像那个闹钟嘛 时间到它会叫 那也一样可以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 自动全部帮你做完毕了 OK 这个我想将它未来是蛮倾向这个 甚至是多久做一次 一个小时自动去抓网络什么地方的资料 再抓一次 然后秀在哪个地方 帮你存一个档 或者是自动帮你寄信给某一个人 当然也可以啦 传简讯 各式各样的啦 甚至以后还可以结合手机的app 随时可以通报 这样不是更方便 你不需要说随时有一个人在那边standby 很浪费人力啊 其实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将来可能被取代掉 为什么 因为自动化的结果 很多时候啦 为什么还需要请一个人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地方都慢慢不请的 看不到人 像其实理论上 像什么车站啦 车站其实可以不用完全无人化的车站很多啦 尤其是你会发现到比较先进的国家 看到人的机会越越少了 为什么全面都自动化 你看 以前还要收票还要检票还要干嘛 现在都逼一下都过去了嘛 甚至你不见得一定用悠悠卡啦 其他方式啦 连手机 甚至像旅馆现在都无人化旅馆了 你一去之后 你用那个你的护照去刷一下 甚至 然后结合你的手机啦 然后呢 你一进那个门的时候呢 它本身呢 也可以有个给你一个call 也许是少个条码 或者甚至现在有那种结合像NFC 或者是蓝牙啦 它也可以无人 反正你进去 甚至可以不需要看到 到底人在哪里 你需要的话呢 也许你就用手机 里面也可以装对应的一个APP 那实际上就可以找到你需要的服务了 那慢慢这些东西都可以全面自动 不过前提就是说 需要理解一些自动化的方法啦 就是VPA 如果没有 那就先用进阶的函数 我们可以阶段性的 那里面 当然因为这边太多了 总共有九个类别啦 那我先挑比较重要的 像文字函数 像这个查阅以参照函数 这个部分用到的机会也非常大 因为同学好像对这部分都非常关心 但是最早同学只知道有一个VLUPA函数 所以常常会问说 老师为什么这个地方没办法用VLUPA函数 这个地方可不可以用VLUPA函数 好像 感觉上好像他就只知道VLUPA函数 除了VLUPA函数之外 好像就没别的函数了 那就做不出他要的效果出来 所以像我们上个礼拜那一题啦 你说你用VLU函数怎么做出来 可不可以做得出来 像上个礼拜讲的那一题就是 再往下找 你可以在这个里面 因为这非常多的 那前面就是他的题号 比如说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 有一题是这个应该是哪一个 325嘛 这个重组人事资料 这个 不过他后面有刮胡就Column 他提示你Column 那比如这一题的话 我是帮各位整理出来 我就把它放在云南白板里面 有个叫寻照与参照 然后你要的范例档 其实就在这边 人事资料 你可以上面有个箭头 把它下载下来 把它下载下来 他要的结果大概就是类似像这样 我把它打开来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说 他本来的资料的形式是这样 人事部 这个人 然后呢 他里面有四个讯息 一个是他的时间 入职时间 一个是他的名字 公号 跟他的内部号码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呢 你可以自动的帮我把它搬过来 搬过来 一个人呢就一列资料 一个人呢就一列资料 OK 那里面的话可能会牵涉到 你前面可能本来有这东西 你必须要把它清除掉 然后放过来 OK 那方法当然很多啦 如果最笨的方法当然就是 用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可是如果说你要做完这些事情 复制贴上我看应该花非常多时间 尤其是公司的组织越庞大的话 你可能要做更多 而且如果又有新的人员 又有新的资料进来 你又要再做一次 那不是很浪费时间吗 所以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快速的把这个事情 一二三四 放过来 然后把前面的东西切掉 放到这边来 这个部分 那方法也许 有几个 我上个礼拜扬提到了 我们是用index 加 那个current 那个current current就是那个蓝 有没有一个函数 加row row的话就是哪一列 那另外如果你要把前面东西取代掉的话 我们可以用replace函数 那取代几个字 这边有 这边的话你可以根据上面这个地方 四个字再加一个字 为什么一个冒号 把前面东西给扣掉 放过来 就完成了 ok 当然如果说你可以 马上把我刚刚所讲的 可以串联在一起的话 那恭喜你真的是 已经差不多 这个处理资料的能力 应该还已经到一个阶段了 那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 因为有的人不太习惯用index函数 他比较习惯是用index函数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那个indirect 在哪边呢 插入函数里面 我们是讲的是检视与参照 里面的这个index刚刚提到的 如果说呢 其实很多地方或者很多人还喜欢用index indirect 你想说index够难了 indirect 而且我发现好像蛮多人也很喜欢用indirect index跟indirect到底有什么差别 那如果说我刚刚做完的这件事情 我想要把它改写成indirect 有没有办法 答案当然是肯定 一定是可以的 那词是怎么做 我想这个是第二个部分 各位可以去思考的点 第三个就是说 如果说你把它同样的逻辑 我当然最好是再进阶 如果可以写成一个VBA按下去 自动旁边的东西全部都帮你做完了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不过是难度比较高 就是我会写好给各位参考 如果可以你自己把它重新打过一遍 如果不行的话 你就先把它记下来 然后慢慢的话 酝酝酝酪酪 trochę 也就是有一段时间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这个上个礼拜有提到了 所以请各位复习一下 我们主要是再延伸那个indirect后面的部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找的资料 我想以后我都会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你就找雲端白板里面的06的那个 寻找与参照 里面的325题 人事资料分栏 也就是说 这一题的主要的重点 就是以后你的资料 常常来来 或者像ERP给你的资料 或者是说人家给你的资料 它就是不是要你要的东西 那你要把不是你要的东西 变成你要的那个结果 比如说单栏变四栏 而且要把不要的东西删掉 当然了 你比较笨的方法是 就是慢慢用你会的方法 你会的方法 大概就只有用什么 Ctrl C Ctrl V 不过那个东西 你如果这样做 那当然你会非常的忙碌 因为你会很多地方 会花太多时间 那如果说你懂得用一些 比较进阶的函数的话 也可以把它处理出来 那当然写VBA是绝对可以的 可是VBA对各位来说 还是有点困难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刚刚所讲的部分 看看有没有办法 快速的一下子 就帮我把它完成 huh 最绝对我走